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分享 使用Table 2018.3这个版本做大数据分析 Table是一套视觉化的软体 我相信在各位使用Table来去做一些大数据分析 我想把这些我使用的经验来跟各位分享 那当然我们着重的重点是在大数据分析这件事情 我将使用Table里面预设的范例 商业型的资料来去跟各位做大数据分析的讲解 那首先我们如果说您有一些范例讲义需要下载 你可以到这个网址 HTTPS冒号 斜线斜线 GOO.GL 斜线 YTZ 这个R要特别注意是大写 然后X 还有这个大写的T 请各位一定要特别注意 如果说后面这个R跟T没有打成大写 你就找不到我相对应的这一个网址 那当然就不能去下载范例了 好那首先我们就先来谈一下Table 它这套软体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Table Table是什么呢 我想我就直接到官方网站来跟各位介绍一下Table这套软体 例如说我在Google搜寻引擎 Google搜寻引擎 我就直接输入Table 我们来去看一下Table的官方网站 各位不难去理解 因为我们这套软体 它没有繁体中文 它没有繁体中文 所以我们要习惯去看英文 而且事实上我也想要介绍的版本 是介绍英文版 因为它只有简体中文 当然有可能我会再录简体中文版 让大家来去观看 但是我会希望说各位要稍微了解一下 其实英文版会使用的比较好 怎么说呢 因为像有些字 例如说复制 复制它可能英文有copy跟duplicate 那到底哪一个才是你真正想要去做的复制呢 所以这边中文会比较产生语义的模糊 好 那我建议各位还是使用英文版 那我们来看这个英文的画面 它的官方画面可以清楚看到 它是 主要要这边看到一句话 就是说 关于数据 关于数据 它会改变你的想法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翻成白话 应该就是用数据来去探索 然后把真实的真相找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边就是一个电脑的荧幕 而且它用的这个荧幕里面 可以看到它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视觉化 从这个视觉化来去呈现数据的结果 可以让我们轻松的掌握数据的行为模式 这跟过往我们使用一些像 例如说枢纽的观念 把数据整理成报表是不太一样的 那这边会大量看到一些统计图 然后这些统计图 再接着用大数据分析的技术 然后呈现出来 轻松让我们掌握数据的行为模式 然后有了这些行为的一个内容资讯 我们可以互相集思广益 跟别人讨论 然后去想应有的对策会是什么 这样子的话 造成了一个商业形式的一个成功 这也就是BI这边所讲的事情 可是我相信 它不是只有单单可以应用在 例如说商业资料 商业数据 它也可以成功应用在各行各业 像例如说本身以我来说 我是拿Table来去做人类 RA的资料分析 希望从这样子一个数据分析 能够找到人类为什么会罹患癌症 然后罹患癌症之后 如何去 有没有更有效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这些其实就是我比较专长的部分 所以这套软体它可以应用在 不管是商业上 生物医学或者是金融 只要你拥有这些数据 你都可以拿过来去做大数据分析 我们这里有非常非常多的各式各样的图表 这就是接下来我要跟各位来分享的